武则天曾禁止百官吃肉,一个官员偷吃被发现,结局却让人意外。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正统称帝的女皇帝,作为男权为主的封建王朝中战,在权力最顶端的女性,她的生平颇多争议, 不论是她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作出的贡献,还是在她治下酷吏横行人人自危的统治氛围,都可以用她死后的无字,悲来形容任由后人评说,根据资质通建中,一段史料,记载了武则天当政之时, 有一段时间非常信奉佛教,而佛教讲究慈悲为怀,不可杀生于是武则天救下, 那一道指令信指天下屠宰牲畜于虾,同时严禁文武百官杀生吃肉民间顿时,苦不堪言江淮地区的百姓,因为不允许捕捞鱼虾, 很多渔民甚至被饿死而载,天子脚下百官也不敢拖荡那段时间,都不敢吃肉朝中, 有一个老臣名字叫张德,老来得子非常高兴,就私自杀了一头羊, 咽醒了部分关系要好的同僚儿,有一个被咽请的官员名字,叫杜素十分不厚的, 就把这件事上报给了武则天,张德直到后非常恐慌认为,武则天一定要治他的罪武则天, 将张德叫了过去对他说,听说你老来得子,这是一件大喜的事情, 张德文言立即拜谢,武则天又说,你的羊肉是哪里来的? 张德吓得了,立马跪下认罪,但是武则天却并未治罪张德, 还说了一句非常意外的话,我禁止屠宰,但是喜事丧事不受影响, 这时以后你若在宴请宾客,就别请某些小人了, 说完就将杜素尚书的折子,递给了张德杜素顿时羞愧的吴帝自容, 后来武则天也认为禁止屠宰对天下稳定不利。 这是一件事,好棒,遗嘲好棒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